太皇太后驾到 你们怎么还不跪下 快快快 跪下 快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大半夜的都不睡觉 赶紧都起来吧 这是谁呀 打扮得如此怪异 绿王 绿王 赵王 赵王有事找您 老二啊 这面纱怎么能是你戴的 你说你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整天打扮得娘里娘气 就算是您有特殊癖好 你也不能自甘堕落 破罐子破摔啊 回皇祖母的话 虽然由于机遇成疾 内分泌失调 脸上起了疹子 老二 你何时才能不再为僵尸的事情伤怀呀 回皇祖母的话 虽然那情伤并非因为僵尸 而是另有其人 谁呀 哪家的姑娘啊 她的名字就叫做绿梨 皇祖母恕罪 都怪蓬蓬没有看管好自己的侍女 此事都是臣的过错 怎么能怪皇后娘娘呢 哪里哪里 希望皇祖母成全 合错之勇 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哀家正在为老二的事情伤怀 老二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 绿梨 绿梨 平身 抬起头来 这丫头不错啊 绿梨姓绿 又爱穿绿衣服 老二爱戴绿帽子 他们俩是绝配啊 是啊 他们俩都绿到一块去了 皇后娘娘 老二身边也缺个体脊的人 要不你就把这丫头赏了她 既然皇祖母都已经开了金口 赵王又喜欢这小丫头 我就答应了 好 哀家明天就宣旨 把绿梨纳给赵王为妻 绿梨这身份是不是也低了点 从明天起 就是如人之位吧 谢太皇太后恩典 起来吧 起来 皇祖母 绿梨呢是侍女出身 所以我恳请皇祖母 能不能把绿梨 放在我身边多待几天 再学习学习 老二不急 哀家是无所谓 老二 你怎么看啊 皇祖母 不急 不急